纽约市警察局称 38岁的艾利奥特于周三早些时候被捕 她被指控犯有两项以仇恨犯罪论处的攻击罪 一项以仇恨犯罪论处的企图攻击罪 网上法庭记录显示 艾利奥特于2002年在布朗市 刺死了自己的母亲 当时她19岁 她于2019年从监狱中获释 目前处于终身假释下 生活在无家可归人士庇护所 这起袭击发生在3月29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 嫌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一栋豪华公寓 前大喊种族歧视语言 并对一名65岁妇女进行殴打 豪华公寓内的监控录像捕捉到了袭击的画面 显示一名男子多次替打和踩踏受害者 在视频中 大楼内的保安似乎没有立即进行干预 不过一名工会代表说 他们曾打电话求助 两名保安所属的管理公司 遂发表声明 称涉事保安已经被暂时停职 公司正与他们所在的工会联合进行调查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受害者伤势严重 但情况稳定 经医院治疗 他已于3月30日出院 纽约市和其他地方的官员迅速谴责了这起袭击 并强调这是新冠疫情期间 越来越多的反亚裔仇恨和歧视事件中的又一起案例